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莫言的长篇小说《谈相性》第十章 渐约 光绪二十二年腊月初八日夜间 下了一场大雪 清晨 京城银庄素果一片洁白 在各大庙宇轰鸣的钟声里 刑部大堂玉鸭丝的首席柜子手照甲 翻身下炕 换上家常衣服 戴上一个新招来的小徒弟 用胳膊夹着一只大碗 去庙宇里领舟 他们走出清冷的刑部街 便与匆匆忙忙的乞丐和平民混在了一起 这个早晨是乞丐和平民的好时辰 他们冻得清红皂白的脸上 无一例外地洋溢着欢乐神情 路上的积雪在人脚的践踏下 发出嘎嘎吱吱吱的声响 路边的槐树上团团簇簇 累积如玉 犹如百花盛开 太阳从厚重的灰云中露出脸 白雪红日 烘托出一片壮丽景象 他们跟随着人流 沿着西单大街向西北方向行走 那里集中了北京大部分的庙宇 诸多的石周棚子里 已经生腾起了鸟鸟的炊烟 他们临近有着血腥历史的西四牌楼时 看到从西石库后的乱树林子里 飞起了一群群的乌鸦和灰鹤 赵甲和鸡井灵力的小徒弟 排在了广基寺前等待领舟的队伍里 庙前的空地上 临时支起了一个巨大的铁锅 锅底架着松木匹柴 烈火熊熊 热量四溢 他看出那些衣衫蓝绿的叫花子 都处在矛盾的心理中 既想靠近锅灶烤火 又怕把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丢掉 大锅里热气生腾 阴晕在脊脏高处 团团旋转不散开 宛如一顶传说中的滑盖 两个蓬头垢面的僧人 弯着腰 站在锅前 手持着巨大的铁铲 翻搅着锅里的粥 他听到铁铲与锅底接触时 发出了令人牙唇的沙色声响 人们站在雪地里 不停堕动着麻木的双脚 脚下的雪很快就被踩脏踩实 粥的香味终于熬了出来 在清冷洁净的空气里 这种纯粹的粮食的香气 显得无比的醇厚 令鸡肠碌碌的人们兴奋异常 他看到等待着湿粥的人们的眼里 都放出了光彩 几个耸肩缩薄 壮若狐狸的小叫花子 不时地窜到前面 往热浪翻滚的锅里一探头 贪婪地呼吸几口 然后又匆忙地跑回队伍 站住自己的位置 人们的脚跺得更加频繁 在跺脚的同时 每个人的身体都在大幅度地摇晃着 赵甲穿着一双狗皮袜子 袜子外边是一双杆毡靴子 没感到脚冷 踏不跺脚 自然也不晃动身体 他肚子里并不缺食 来此排队领舟不是为了果腹 而是为了遵循老辈儿刽子手留下来的规矩 按照他的师父的解释 历代刽子手在腊月初八日来庙里领一碗粥和 是为了向佛祖表示 干这一行与叫花似的乞讨一样 也是为了捞一口神 并不是他们天性喜欢杀人 所以这起粥的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的建民身份的认同 所以尽管玉牙丝的刽子手可以天天烧饼夹肉 但这碗粥还是年年来喝 赵贾斯认为 是这长长的队伍中最稳重的一个 但他很快就看到 眼前的队伍里隔着几个摇头晃脑 嘴巴里嘖嘖有声的叫花子 立着一个稳如泰山的人 这人身穿一件黑色棉袍 头戴一顶毡帽 腋下加一个蓝布包袱 这是典型的蹲清水衙门的下级金官的形象 那个蓝布包袱里包着他们的官服 进了衙门才换上 金官无论怎样清贫 每年还是可以从外省来京办事的官员那里 得到一些好处 起码可以得到那份几乎成了铁杆庄稼的兵炭费吧 即便他格外的连接 连这兵炭费也拒收 正常的俸禄 还是可以让他吃上大饼油条 怎么着也不至于到了 站在叫花子和平民的队伍里 等待庙里十周的地步吧 赵甲很想上前去看看这个人的脸 但他知道京城乃藏龙卧虎之地 鸡毛殿里难保没有高人骑士 混沌挑前也许蹲着英雄豪杰 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本朝同志皇帝 闲着三宫六院不用 跑到寒假潭 嫖野鸡 放着御膳房的山珍海味不吃 跑到天桥去喝豆浆 前面这位大人 又怎能知道 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前来排队喝粥 想到此 他就老老实实地站着 打消了上前去看这个人 面孔的想法 粥的香气越来越浓 排队的人不自觉地往前拥挤着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赵假离那个稳重的人也就更近了 只要他一歪头 赵假就能看到他的大半个脸 但那人身体正直目不邪视 赵假只能看到 他那条不迅顺地垂在脑后的辫子 和他的被发垢污染的 发亮的衣领 那人生着两扇 肥厚的耳朵 有的洞窗已经溃烂 流出了黄色的水 终于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湿州开始 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 这时候 从排队人的两侧 不时持过挂着暖帘的马拉 或是罗拉的轿车子 还有跨着篮子 去亲友家宋州的京城百姓 离大锅 越近 香气越浓 赵假听到了一片咕噜咕噜的长鸣 已经领到粥的人 有的蹲在路边 有的站在墙角 双手捧着碗 吸溜吸溜地喝 那些捧着粥碗的手 都如漆一样黑 两个僧人站在锅边 操着长柄大铁勺 很不耐烦地 把勺里的粥 倒进深过去的碗里 粥从碗边上 和勺子底上 点点滴滴地落下来 几条赖皮狗 忍着被人踢来踢去的痛苦 强舔着地上的米粒 终于轮到那个人了 赵假看到 他从怀里摸出了 一个小碗 递到了僧人面前 僧人的脸上 显出了奇怪的神情 因为在这只 等待湿周的队伍里 人们的碗 一个晒着一个大 有的碗 其实就是盆 但这个人的青花碗 用一只手就可以遮住 僧人小心翼翼地 伸出城满洲的勺子 勺子比那个人的碗 要大好几杯 慢慢地往碗里倒 勺子刚一斜 碗就赢了尖 那人夹进腋下的衣包 双手捧着周碗 对着僧人客气地点点头 然后便低着头 走到路边 一撩袍筋 蹲下去 无声无息地喝起来 就在这人捧着周碗 一转身的时候 赵甲认出了这个 高鼻阔口 面有菜色的人 正是刑部大唐 某司的一个主事 赵甲认识这张 很气派的脸 但是不知道 这人的名字 他的心里 不由地替这位 主事大人叹息 能在六部受主事职 必然也是堂堂尽是出身 但竟然穷到捧着碗 在尸周捧钱起时 实在也算天下奇闻 赵甲在衙门里 混了几十年 知道金官们捞钱的方法 和升官的门道 眼前这个 蹲在路边雪地里 捧着碗舔舟的人 如果不是个特别的笨蛋 就是一个难得的圣贤 赵甲和徒弟领到舟后 也蹲到了路边 慢慢地喝起来 他的嘴喝着粥 但眼睛却一直盯着那个人 那人将精巧的青丝小碗 捧得严严实实 显然是用周晚的热量 温暖着双手 周围的贫民叫花子 把粥喝得一片响声 唯有那人喝粥时 悄无声息 他喝完粥后 用宽大的袖袍 遮着碗和脸 不知道在干什么 赵甲马上就猜到了 果然呢 等他把袖袍放下来时 赵甲看到 那只青丝小碗 已经被舔得干干净净 那人把碗揣在怀里 匆匆地往东南方向走去 赵甲和徒弟尾随着那人 尾随着那人 也就是向刑部衙门的方向走 那人双腿很长 步伏很大 每走一步 脑袋就要往前探一下 仿佛一匹蟒状的马 赵甲和徒弟在后边小跑着 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后来回忆起这次跟踪 赵甲也殊不明白 自己的动机 当那人走到砂锅居饭庄 正要拐进一条狭窄的胡同 朝近路时 脚下一滑 身体向后 跌了一个四仰八叉 那个蓝色的小包袱 也扔出去很远 赵甲心中一惊 想上前去帮扶 又怕惹来麻烦 便站在原地悄悄地观望着 那人停躺了一会儿 看样子很是艰难地爬起来 爬起来 往前走了几步就歪倒了 赵甲知道他受了伤 小四拿着 他把夜下的大碗交给徒弟 自己跑上前去 把那人掺起来 他关切地看着那人 沁满汗珠的脸 大人 伤着了吧 那人不说话 扶着赵甲的尖头 往前走了几步 疼痛扭曲了他的脸 大人 看样子您伤得不轻 你是谁啊 大人 小的是刑部大堂的牙医 刑部大堂的 既是刑部的 我为何不认识你 大人不认识小的 但小的认识大人 大人要小的干什么 只管吩咐 那人又试探着走了几步 身体一软 坐在了雪地上 我的腿不能走了 你去帮我接辆车 把我送回家吧 赵甲护着一辆 运煤的驴车 把受伤的大人 送到了西之门外 一座破旧的小庙里 庙院里 一个身材很高 但似乎 若不禁风的青年 正在雪地里练舞 怪冷的天气 他竟然只穿着一件汗屁 苍白的脸上满是汗水 赵甲掺着大人进了院 父亲 青年跑上前来 叫了一声 眼睛里就饮满了泪水 庙里没有生火 冷风刮着窗纸嗖嗖响 裂开的墙缝里 塞着破烂的棉絮 炕头上 色索着一个正在访线的女人 女人面黄肌瘦 头发上 落满了白色的花绒 看起来 似一个老祖母 赵甲 与那青年把大人 扶到炕上 作医之后就要告辞 您休息 小的告辞 我姓刘 明光帝 是光许窥未可进士 在兴部大堂当主事已经多年 这是我的夫人和儿子 家境贫寒 让姥姥见笑了 大人已经认出了小的 其实啊 你干的活 跟我干的活 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为国家办事 替皇上效力 那你比我更重要啊 刑部少几个主事 刑部还是刑部 可少了你赵姥姥 刑部就不叫刑部了 因为国家纵有千条律法 最终还是要落实在 你那一刀上啊 赵甲跪在地上 眼泪汪汪 刘大人 您的话 真让小的感动 在旁人的眼里 干我们这行的 都是些诸狗不如的东西 可大人您 却把我们抬举到这样的高度 起来起来 老赵 今日我就不留你了 改日我请你喝酒 我儿 送赵姥姥出去 怎敢劳公子大家 您请 青年微微一笑 双手做出了一个客气的手势 他的礼貌和谦和 给赵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日 刘光帝穿着官服 提着一个油纸包 走进了 柜子手居住的东尔房 柜子手们正在炕上 猜拳喝酒 庆祝新年 一见大人进屋 个个惊慌失措 赵甲赤着脚 从炕上出溜下来 跪在炕前 给大人拜年 柜子手们 跟着赵甲出溜下炕 都下了跪 给大人拜年 起来 都快起来 地下凉 都上炕 柜子手 垂手速立 不敢上炕 刘光帝揭开油纸包 露出了一些 煮熟的腊肉 又从怀里 摸出了一瓶烧酒 今天我之日 跟你们来凑个热闹 肉是家里人做的 酒是朋友送的 你们尝尝 小的们怎敢与大人同心 今日过年 不讲这些理解 大人 小的们实在不敢 老赵 你怎么了 大家都在一个衙门干事 何必客气 刘光帝摘下帽子 脱去袍服 柜子手们望着赵甲 既然刘大人看得起我们 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大人您先请 刘光帝脱去靴子 爬上炕 盘腿坐下 哟 你们这炕头烧得还挺热乎 难道还要我 把你们抱上来啊 上炕 上炕 别惹刘大人生气 柜子手门爬到炕上 一个个缩手缩脚 十分拘束 赵甲拿起杯子 倒满 屈膝跪在炕上 双手举杯过头 刘大人 小的们敬大人一杯 助大人升官发财 刘光帝接过酒杯 一饮而尽 抿了抿嘴 好酒 你们也喝吧 赵甲自己也喝了一杯 他感到心中热浪翻滚 老超 上次多亏你把我送回家 我还欠着你们一个人情呢 来吧 都把酒满上 我敬你们大家一杯 柜子手们都很激动地干了杯中酒 赵甲眼里望着泪水 刘大人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还没听说过一个大人 和柜子手一起喝酒过年 伙计们 咱们敬留大人一杯吧 柜子手们跪在炕上 高举着酒杯 向刘光帝敬酒 刘光帝与他们一个个碰了杯 眼睛放着光 伙计们 我看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干你们这行 没有点胆量是不行的 胆量就是酒量 来吧 干 干 静大人 几杯酒下肚之后 柜子手们渐渐地活跃起来 身体自然了 手脚也找到了着落 他们轮番向刘光帝敬酒 显示出了大碗喝酒 大快吃肉的豪放本色 刘光帝也放下架子 抓起一个酱猪蹄 大啃大嚼 抹得两个腮帮子 明晃晃的 他们吃完了盘中肉 喝干了壶中酒 都有了八分醉意 赵甲满脸笑容 刘光帝眼泪汪汪 大姨满口胡言乱语 二姨睁着眼打呼噜 三姨舌头发硬 谁也听不清 他说了一些什么 痛快 痛快啊 赵甲帮助刘光帝穿好靴子 外甥们帮他穿上袍服 戴上帽子 刘光帝在重柜子手的陪同下 摇摇晃晃地参观了 刑具陈列室 当他看到那柄霸子上 拴着红绸的大将军时 忽然开口问 赵姥姥 这柄大刀 含下过多少颗红顶的了 小的没有统计过 刘光帝伸出手指 试了试那红袖斑斑的刀刃 这刀并不锋利 大人 人血最伤刀刃 每次使用钱 我们都要打磨 赵姥姥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有朝一日我落在你们手里 你可要把这把大刀 磨得快一些 大人 您清正连结 高风亮节 清正连结活该死 高风亮节 杀千刀 得了了 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大人 刘光帝摇摇晃晃地 走出了东尔房 柜子手们眼泪汪汪地 望着他的背影 在十二杆大喇叭的悲鸣声中 明造天下的雾须六君子 被十二个身穿浩衣的工人驾驶着 从破烂不堪的球车里下来 沿着台阶登上了半尺高的直行台 直行台上新铺了一层红色的毛毡 周围新垫了一层厚厚的黄土 看着眼前这些新鲜气象 刑部大堂的姥姥 手袭刽子手赵甲的心中 稍稍地得到了一些安慰 他带着徒弟 跟随在六君子后边 登上了平台 大喇叭悲鸣不止 一声比一声凄厉 喇叭手的额头上流着汗水 腮帮子捂得好像皮球 赵甲看了一眼并排而立的六位大人 见他们脸上的表情各个不同 谭思彤下巴扬起 眼睛望着青天 黑瘦的脸庞上蒙着一层悲壮的神色 紧挨着她的是年轻的林旭 她的小脸儿煞白 没有一点血色 苍白而单薄的嘴唇 不停地哆嗦着 身躯肥大的杨申秀 侧歪着方正的大头 歪斜的嘴巴里 溜着透明的咸水 面目清秀的康广人 神经质地抽泣着 不时地抬起衣袖擦拭着眼泪和鼻涕 身材矮小精神绝朔的杨瑞 一双漆黑的眼睛往台下张望着 好像要从人群里找到自己的旧日相识 身材高大魁梧的流光帝 神色肃穆 双目低垂 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 正午时刻就要到了 后台竖起用以测量日影的山木杆子 头下的影子即将与杆子垂直 这是一个灿烂的秋日 天空湛蓝 阳光明媚 直行台上的红毛毡 尖行官员身披的红斗篷 仪仗队里的红旗 红帆 红散盖 官员头上的红顶子 兵勇帽子上的红鹰落 屠刀大将军 把柄上的红绸子 都在明丽的阳光照耀下 反射出热烈火爆的光芒 一大巡白鸽 在刑场上空翱翔 一圈连着一圈 赤语稀疏 哨子嘹亮 成千上万的看客 被兵勇们阻拦在 离直行台摆布开外的地方 他们都撑长了脖子 眼巴巴地往台上张望着 焦急地等待着 让他们或是兴奋 或是心痛 或是惊恐的时刻 赵甲也在等待着 他盼望着奸行官赶快下令 干完活立即回去 面对着六君子这样 六腹惊心动魄的面孔 他感到局促不安 尽管他的脸上已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鸡血 宛如戴上了一副面具 但他的心还是感到紧张 甚至有几分羞涩 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 失去了遮丑的下衣一样 在他漫长的执行生涯中 失去了定性 丧失了冷漠 这还是第一次 在往常的执行中 只要红衣加身 鸡血涂脸后 他就感到自己的心 冷得如深潭里的 一块黑色的石头 他恍惚觉得 在执行的过程中 自己的灵魂 在最冷最深的石头缝里 安眠着 活动着的 只是一架没有热度 和情感的杀人机器 所以每当执行完毕 洗净了手脸之后 他并不感觉到 自己刚刚杀了人 一切都迷迷糊糊 半梦半醒 但今天 他感到那坚硬的 鸡血面具 宛如被急于打湿的墙皮 正在一片一片的脱落 深藏在石缝里的灵魂 正在蠢蠢欲动 各种各样的情感 诸如怜悯 恐怖 感动 如同一条条小小溪流 从岩缝里鼓鼓渗出 他知道 作为一个优秀的柜子手 站在庄严的执行台上时 是不应该有感情的 如果冷漠也算一种感情 那他的感情只能是冷漠 除此之外的任何感情 都可能毁掉他的一世英明 他不敢正视六君子 尤其是不敢看到 与他建立了奇特 而真诚有意的 原刑部主是刘光帝大人 只要一看到刘大人 那被怒火燃烧的闪闪发亮的眼睛 他的从没流过汗水的手 马上就会渗出冰冷的汗水 他抬高眼睛 去看那群盘旋不止的白鸽 他们在翱翔中拓展着翅膀 晃花了他的眼睛 坐在执行台下的首席监行官 刑部左侍郎刚毅大人 眯起眼睛望望太阳 又斜着眼睛看看台上的六君子 时辰到 犯官叩谢天 赵甲如获大赦令 急转身 从助手的手里 接过了那柄专门用来处斩 四瓶以上官员的笨重屠刀 大将军 为了敬爱的刘大人 他亲自动手 用了整整一夜功夫 将大将军磨得锋利无比 几乎是吹毛可断 他用自己的衣襟擦干了 湿漉漉的双手 右手紧钻刀柄 让刀身顺着小臂 横在胸前 六君子有的哭泣 有的叹息 请各位大人即位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 快哉 呼叫完毕 他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直壳的面如金纸 眼睛冲血 他率先跪下双手撑地 伸直了脖子 松散的辫子 从脖梗一侧滑下 垂挂到地 林旭 杨申秀 杨瑞 康广仁 随着谭四童的下跪 也颓唐地跪了下去 林旭呜呜地哭着 如一个受了很大委屈的小姑娘 康广仁放声大哭 边哭 边用巴掌拍打形台 杨申秀双手按地 一双眼睛还是往四下里张望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想看什么 唯有刘光帝刘大人 昂首挺立 不肯下跪 赵甲盯着刘大人 双脚上的破靴子 大人 即位吧 刘光帝猛地圆睁了双眼 逼试着 端坐在执行台下的 奸行官刚毅 为什么 不问边斩 台下的刚毅 不敢正视刘光帝的目光 慌忙地把黑胖的脸 扭到了一边 为什么不问边斩 国家 有没有法度 本官只知道方命奸斩 其他的事 一概不知 请裴村兄 亮姐 跪在刘光帝身边的杨锐 伸手扯了扯他的衣服 黑村 黑村 事已如此 还有啥子好说吗 跪下吧 遵旨吧 那好轻仇啊 刘光帝 迷迷迷糊糊糊地 行了三跪九寇的大礼 而谭四同 和刘光帝 则梗着脖子 不肯磕头 反官叩首 谢皇上大恩 这一次 六君子 一起叩首 韩四同 磕头如捣钻 边磕 便凄凉大叫 皇上 皇上啊 功亏一亏啊 皇上 刘光帝的额头 撞击的刑台 喷喷作响 两行浑浊的泪水 挂在他枯瘦的脸上 知情 赵甲对着六君子 深深地拘了一躬 这就送各位大人归位 他提起一口气 排除掉私心杂念 将全身的力气 和全部的心思 集中到右手腕子上 他感到 屠刀与人 已经融为一体 他往前跨了一步 伸出左手 攥住了 刘光帝的辫子梢 他把刘的头 尽量地往前 牵引着 让刘脖子上的皮肤 撑得很紧 凭着多年的经验 他一眼就瞅准了 刘脖子上 那个走刀 无碍的环节 他将身体转向右侧 正要让刀随身转 轻轻地 炫下刘的头颅时 就听到 看客的队伍里 一声长嚎 父亲 只见一个身材瘦长 剔头散发的青年 跌跌撞撞地 扑了进来 赵甲在陛下的刀 即将与刘的脖子 接触时 猛然地将刀收起 他的手腕分明地 感觉到了 那柄急于引血的 大将军 下坠的力量 那位亮腔着 扑上来的青年 正是他几年前 在西直门外 小庙里 见过的 刘大人的公子 刘璞 一股被严肃的 职业感情压抑住 多年未曾体验过的 悲悯感情 水一样 从他的心头漫过 从木呆中 清醒过来的兵勇们 端着红鹰枪 乱哄哄地追上来 尖刑官 刚毅大人 慌慌张张 站起来 尖声嘶叫 抓住他 抓住他 他身后的侍卫们 拔刀出鞘 一拥而上 就在他们手中的刀枪 即将伤及刘浦的身体时 他已经跪在地上 面对着刚毅 磕头不止 兵勇们愣住 傻傻地看着这个 替泪交流 满面黄土的俊俏青年 大人 开恩吧 想他愿意父亲受刑 火儿 你这个傻孩子 刘浦往前西行几步 仰望着台上的父亲 气不成声 父亲 让孩儿替你死吧 我的儿啊 刘光帝长叹一声 枯搞的脸上 五官痛苦地扭歪着 为父死后 不必厚脸 秦游附赠 一文莫收 灵酒不必幻想 究竟寻地掩埋 诸事完毕后 与你母亲 速回四川 切勿在京都掩柳 我知子孙 可读书明里 但切记不要应试做官 这是为父最后的注托 你速速回去吧 不要再次乱我的心智 说完这些话 他便闭住了眼睛 伸直脖子 老赵 动手吧 看在我们交好的份上 把活儿干得利索点 赵甲眼窝子热辣辣的 眼泪差点流出眼眶 请大人放心 刘浦嚎啕着 西行道刚一马前 大人大人 让我大夫受刑吧 刚一举起绣袍 遮住面庞 架出去吧 大人 几个兵涌上来 把哭得昏天暗地的刘浦 拖到了一边 不计 执行 赵甲再次抓住 刘光帝的辫子根 大人 真的得罪了 赵甲将身体闪电般地 转了半圈 刘光帝的头颅 就落在了他的手里 他感到 刘的头 沉重极了 是他砍掉的所有头颅中 最沉重的一刻 他感到握刀的手 和提着刘头的手 都有些酸胀 他把刘的头高高地举起来 对着台下的奸行官大喊 请大人验刑 刚毅的目光 往台上一瞥 便疏忽跳开了 赵甲举着刘头 按照规矩 展示给台下的看客 台下有喝彩声 有哭叫声 刘浦晕倒在地 赵甲看到 刘大人的头 双眼圆睁 双眉倒数 牙齿错动 发出了咯咯吱吱的声响 赵甲深信 刘大人的头脑 还在继续地运转 他的眼睛 肯定还能看到自己 他提着刘头的右臂 又酸又麻 攥着的刘便 似一条油滑的鳗鱼 挣扎要从汗湿 血字的手里滑脱 他看到刘大人的眼睛里 蹦出了几点泪珠 然后便渐渐地暗淡 仿佛着了水的火炭 缓慢地失去了光彩 赵甲放下刘光帝的头 看到死者脸上表情安详 他心中顿时安慰了很多 刘大人 按他活干得还够利落 没让您老人家都受罪 也不枉了他们交往了一场 接下来 他在助手的配合下 用同样利索的刀法 砍下了谭思彤 林旭 杨申秀 杨瑞 康广仁的头颅 他用自己高超的技艺 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 这场汉天动地的大行过后 京城的百姓议论纷纷 人们议论的内容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刽子手赵甲的高超技艺 二是六君子面对死亡时的 不同表现 人们传说 刘光帝的脑袋被砍掉之后 眼睛流着泪 嘴里还高喊着皇上 谭思彤的头脱离了脖子 还高声地吟诵着一首七言绝句 这些半真半假的民间话语 为赵甲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是刽子手这个古老而又卑贱的行业 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这些民间的话语 也像小风一样 轻翘地吹进了宫廷 传进了慈禧皇太后的耳朵 这就为即将降落到赵甲身上的巨大荣耀 铺平了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